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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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自小客 因為開車使用行動電話遭員警攔查 攔查之後發現 其後座有可疑的大型對帶 于是经由陈贤的同意搜索 发现他袋子里面有开山刀 小刀及两把开封的武士刀 还有两根球棒一根铁棍 于是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条例 代反所侦办 那陈贤76年次有毒品 枪炮、窃盗、森林阀、侵占等多项前科 侦办过程当中 陈贤联络家属 希望家属给他送钱 于是他的亲友两名来到分局门口 希望能够面会 同仁基于人道的考量 于是将陈贤带出来 带出来的时候 因为人道考量没有予以上靠 虽然有两名同仁在旁借户 但武成贤发现有机可乘 即将其堂哥推向警方 转身就跑往侦察队前的围墙 翻墙逃逸 远景在后紧追 追至玉里国中侧门的大门 嫌犯仍要爬铁门逃脱 远景于是在 第一枪先对空鸣枪 第二枪朝起脚步 开枪制直 嫌犯左腹部因而中枪 目前没有生命危险 有关于远景用枪的部分 殷戏为了要阻止嫌犯逃脱 所以说是符合警却使用条例的用枪时机 至于为上手铐的部分 我们会加强教育训练 并且予以查处 那如果有疏失 我们会予以惩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